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色真的会好多 颜色不用夸张 日常色系件OK 不然整个人看着就会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 无精打采 脸色辣狂 涂了口红就不一样了 显白精致有气色 就算早上起床来不及化妆 涂口红也是一定要的 No.2精爽不油腻 真的很重要找找作为一个混油皮 真的很无奈 又干又油的感觉 真的很迷 找找也见过出门真的不修蝙蝠的女生 感觉还是挺一言难信的 尤其是看到她们的油头和脸 就算长得再漂亮 好感度也不会上升了 所以呀 宝宝们一定要注意控油 控油 控油 吸油纸和粉粉 必备 No.3包包和鞋子 一定要干净精致女还有一条永远不会变的沼泽 包包和鞋子 需要的是质感 更重要的是整洁 这两样 永远是质量优于数量 女孩子一定要舍得在包包和鞋子下功夫 精致款永远是百搭且不会出错的选择 接下来你只需要定期打理 而且啊 我们又不是真的猪猪女孩 并不会像小猪佩妻一样去跳泥坑 所以打理也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复杂 像帆布鞋 小皮鞋 只是要轻轻擦拭就可以搞定 如果要水洗 注意用温水紧湿就好 不要泡太久 最后用清洁产品刷干净就好 闪干之后再晾散就OK 最难洗的就是帆毛鞋 不经骚 而且不能水洗 上面的几瓶时间长了会变硬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橡皮擦去污 或者用一些温和清洗剂 不建议用牙膏 因为牙膏偏碱性 清洗后的繁毛会变硬 包包护力相对更简单 用专门的营养液定期擦拭就好 平时注意不要挤压和磕碰就好 N0.4每天的穿衣搭配 有一件细经搭品找找觉得 穿衣风格这种事 是一个需要慢慢摸索的过程 因为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了解 什么穿上才会让你更好看 如果不知道穿什么 选一些摆套基础款总没错 想把基础款穿出时髦感 你就需要一些细经搭品 大的外套 包包和鞋子 小袋花 项链 丝巾 这些大品在一身基础款的检约里 就可以轻松打造出亮点 也不会显得刻意 N0.5走路挺胸抬头 就有气质 记得找找上高中的时候 就一直有弯腰驼背的毛病 直到上了 两年大学才改过来 找找身边有很多女孩都会因为飞机场或者胸太大而不自信 就会不自觉的驼背 找找建议 可以找小伙伴来监督自己 或者每小时给自己一个提示 当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靠着墙上五分钟 几天下来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这个方法不仅可以改善活背 还能改善脖子前进的问题 真的是超级安能了 总之 注意并改善自己的体态问题 也能让你加分不少 公众场合尤其适用